是美術館也是廢墟 12位藝術家联手打造 带给社区新生命 这次静茹要带领大家 拜访三峡白基社区 体验艺术生活花的乐趣 感受居民的活力与热情 今天来到了三峡的白基社区 是要寻找传说中的废墟美术馆 踏着轻快的步伐 穿过这座居住了800多人的白基山庄 就让眼前的力占据我的视线 怎么看都像是废墟的大楼 摇身一变 成了摆满艺术作品的展场 究竟是谁对这栋废墟施了魔法 嗨 林大哥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这里就是你展示作品的空间吗 对 随性加起墙法的林大哥 他的作品都是用汽车零件做成的 别怀疑他就是一位修车大师 因为一时的兴起 将别人丢弃不用的汽车零件 随意的焊接 就这样焊出了兴趣越做越多 像个家族一样开枝散叶 各种样式的机器人 林立在这里 也似乎是在保护这个空间 还有自己的家人 舒老师是一个非常喜欢编织的人 对不会编织的人来说 很难想象毛线可以做成这么多样式 又使用的东西 在舒老师的眼里 没有所谓的失败作品 因为事不失败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每件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力 或许现在吃坏了 但换个方向又将展现生命的可能性 或是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没有所谓的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我这样有没有一下子就变得很有气质 我问叶大哥 为什么拍摄的对象都是小孩 他说 因为他不想忘记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希望 当初因为工作的关系 醒脚了大半个地球 他笑说 因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好 生怕忘了曾经带给他欢乐的人 所以选择了用照片 记录一切 穿着一身黑的淑君老师 和他的画作有着强烈的对比 喜欢运用鲜艳的色彩 刻画在他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他说 每天发生的事 每天经过他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说过的话都会是他画里的主角 主角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的土地上会送花草 然后我就每年把我种的东西画上去 然后花泄了我就留在上面 然后一年一个 然后我就把它留在上面 那明年可能就没有了 反正我就觉得说 我就把它留上来 因为花草会凋谢 那我留在上面就有人留着 然后我缘分就写上去 就是等于给他留下来 喜欢接近大自然的淑君老师 美术对他来说 就像呼吸一样的重要 像吃饭一样的自然 不在意能否带给他名利 只希望能和知音产生共鸣 好爽的尼大哥 虽然话不多 但是在言谈中 可以感受到他对绘画的热情 对尼大哥而言 创作的路是孤独的 他所祈求的 只是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说心底的话 做想做的事 尽可能以美好感人的方式 很不愉快 或是令人烦恼的事 宣写在自己的画作上 欣赏完了绘画作品 来到五楼的装置艺术空间 暂时放空自己 感受一下 无需言语的创作交流 也感染了宗昭所有的人 这场正要举行的油漆祭 彩繪音乐会 就是要献给白鸡社区 还有所有在场的人 一点小小的礼物 挑选好喜欢的颜色 就可以准备开始 既然是随意涂鸦 当然就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至于看不看得懂 就先别太指教 不敢問 哪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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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一本生態十九年 算是哪在九十歲 這個世界哪會不會這麼多 聽順也越來越多 哪以後話又不伴 哪有江南大城 某幾年 大角角水 Max 某幾年삶不安就不會這樣 我每年都很累 我每年都很累 更悲恰 我每年兩回陳 były堡 completely 大家常玩笑 眼淚不會掉 出場外希望 不必心靜調 也許你我等時就在今天 珍貴的有意圍繞我送點 舞后的陽光 音樂 彩繪與歡笑 表配出這場熱鬧的嘉年華會 為這個社區添加了美麗色彩 一場超越真實的揮畫創作 就在我的眼前上演 人人都是主角 而藝術的種子 也開始在每個人的心中慢慢磨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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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